其實結婚 我有限的了解 結婚後 老公老婆的資產 老公老婆我不知道 老婆都說 你的錢以後結婚後 你的錢就是我的錢 我的錢就是我的錢 結婚是否資產方面 或者是怎樣配對 其實香港的法律 不會因為結婚 資產自動混在一起 換句話說 我們不是分後財產共同制 仍然都是你還你我還我 這麼多年也有很多客人會問 我結婚了 我配偶在外面很難賭 借了很多錢 我需不需要上身 其實在法律上 除非配偶特別有簽擔保 或者是共同借款人 否則她是不需要負責的 在法律上 有一個老婆破產 那她就沒事 她仍然有幾百元的身家 對 沒錯 結婚後 她不需要將她的財產 撥歸太太 不需要 沒有特別要求 而且到現在 我想都不多人這樣做 仍然經濟比較獨立 好 好 不需要 很難賭